為了跟客戶確認所有的拍攝都沒問題 我們一群人在10點鐘之前就結束了電話會議 另外的夥伴去辦理退房並且叫出租車去機場 我們搭乘下午3點鐘的航班前往香港 近期的曼谷機場人潮相當擁擠 如果沒事的話盡量早一點到 那麼下午3點鐘的航班 我們為什麼要提早4-5個小時到呢 就是近期的曼谷機場人潮爆多 有帶孩子出行的家長 千萬要勘勤小孩 這次滑航的櫃台 人潮跟貪食蛇一樣繞了好幾個彎 依舊是搭我最愛的航空公司前往香港 小哥們今天的心情特別的好 因為接下來兩天的行程都是為他安排的 搭機場快線搭雙乘巴士 再買幾輛小模型車 排隊過安減加徵兆查驗 花了一個半小時 現在去貴賓室休息 因為國泰的貴賓室還沒開放 所以今天給的是 法航跟 荷蘭航空共用的貴賓室 我始終覺得曼谷機場的貴賓室特別的難找 而且都藏著很隱密 一直以來我都是搭乘國泰航空 所以最常進點也是他們自家的貴賓室 當然啦 因為國泰他家的貴賓室他沒有開放 所以我才有這個機會 來逛逛法航跟荷蘭航空的貴賓室 裡頭的食物不多 選擇性也很少 但是我們這種出外人 只要管保就好 味道歐不歐可以其次 最重要是有個安靜的地方能休息就OK 這一點這個法航貴賓室做得相當到位 有些非友都會說 這個貴賓室不好 那個貴賓室又怎樣 我覺得他們說的也沒錯 但是我們掉個頭來想 如果真的那麼差 那我們下次不搭就好 再不然就是我們找他的優點來看 相信我啦 這樣你心情會比較好 登機了 那我們上飛機之後再聊